而至于疗伤天后 梁静茹唱了许多的情歌 过去获得金曲奖五度提名 却都无缘夺下宝座 而去年推出了新的专辑 再次挺进了金曲三一 是他回归十一年 第六度角逐歌后 相隔七年 疗伤天后梁静茹推新作品 靠着稳健唱功 再次取得金曲女歌手助为门票 如今还将担任表演嘉宾 单独献唱擅长抒情歌 小的时候就很 比较心思敏感一点 对于那种每一个人 人物的形容的个性 或者是他经历的故事 特别是爱情这些 我很小就能够去揣摩 爱真的需要梦境 来面对流言蜚语 当年梁静茹靠着勇气 一举走红 出道二十年的他 唱红许多经典情歌 抚慰故束人心 首首歌朗朗涨口奠定情歌天后地位 只是一路走来 梁静茹金曲路相当坎坷 过去五度提名都成陪榜 今年睽違十一年将六度角逐歌后 不仅如此 就连他的感情也十分活着 可能有过不去的关 觉得爱情是什么呢 就是不太敢相信这样 我希望我自己还是 依然能相信爱情的啦 然后我现在是专心照顾小孩 专心唱歌 去年九月梁静茹传出回遍消息 九年婚姻画下句点 历经人生曲折 有了不同体悟 现在回归歌唱初衷 两遇歌声征服听众 丰厚互升高 等待新闻黄俊也成为 GTV报道